小資女廢什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思佳 歡迎收看小資女廢什麼 寒冷的冬天又要來了 很多人一定就會在想說 如果我是個愛美的女生 可是我又不想要穿厚重的衣服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可是我們女人愛水 東西老皮水 不想穿厚重又不想要感冒的話 到底要怎麼穿呢 所以鎖定今天的節目 教大家小資女要怎麼樣 美美的度過一個寒冬 首先呢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我們的政變之寶 憲大師 嗨 大家好 然後再來呢 是一位小美女小艾萱 好 接下來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麗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sa麗仁 我是韓語 大家好 先想來問一下專家 就是像我們這種 體弱多病的女孩子們 我們總是會在冬天的時候 覺得身體好寒冷 那像這種就是體寒的女生 或者是一般的就是女孩子們 我們到底要吃什麼樣的東西 才可以讓你的身體 就會覺得有溫暖的感覺 其實要選對食物很重要 第一個呢就是 蔥 薑 蒜 不能少 一種就是 辛香料嘛 然後可以促進身體的循環 新陳代謝 幫助身體發熱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 而且我也很推薦的就是 牛肉 我超愛吃牛 我也吃很多 OK 但像選對牛 如果比如說像牛肉麵 好 牛肉麵很好吃對不對 就是牛肉麵裡面有時候會 有的是牛腱肉 然後有的是牛腩 可是它熱量都差了三倍 所以要吃 對 而且是牛腩 比較健康 對 比較健康 低脂而且它熱量很低 再加上它的鐵質是 牛腩的七倍 所以很多女生怕冷啊 其實要看自己是不是蛋白質吃得不夠 或者是鐵質吃太少了 因為鐵不夠的時候就會頭昏 然後怕冷 胃寒 所以特別是冬天 牛肉一定要補充足夠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 蔥爆牛肉 蔥薑蒜嘛 蔥爆牛肉 他們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發熱食物 或者是薑絲炒牛肉 這些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妳也愛吃牛肉 我還蠻愛吃牛肉 那妳沒有牛肉不行 那妳秋冬 就是妳會怎麼樣穿搭 因為妳都走比較休閒的工作 對 就像今天也是比較休閒 那不過今天天氣比較冷 我就會覺得 像我們的工作 因為有時候要穿得比較時尚 所以像有一些衛生衣啊什麼的 就比較便利 可是我覺得 對 妳有時候要露個肩膀 對 對 有些又很厚重 妳外面還要穿別的 可是 因為像比較冷的天 我還是會怕冷 我手腳冰冷 所以還是要就是 穿得保暖一點 像今天我就會穿上這樣子的一個 它算是 它是法爾仪 然後加上一個外套 妳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 因為今天外面還蠻涼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重要 要不然女生就很容易生病 而且最近天氣一直在變 所以大家就很容易感冒 對 所以她就是妳看像她還 我們很少有人領錢 她就穿外套吧 對 不能生病 生病就慘了 對 但是妳看一下 人家年輕就是本錢 妳看一下對面的艾萱 對啊 人家年輕啊 現在戴一個小小褲就穿那麼遠 對啊 現在怎麼辦 所以 所以 妹妹妳是都不會冷嗎 會不會冷 還是妳代表春天 對 妳覺得她坐在那邊 就很青春洋溢散發的一種光雨熱 然後姐姐就穿了很多 妳知道嗎 還要穿發熱衣 可是妳看不出來啊 這是實用用時尚 對 可以請問妳今年幾歲嗎 21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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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會有冷的感覺嗎 妳人生 還是其實妳覺得冬天而言 對妳沒有什麼 就是只是別人都穿得多 然後妳還是穿得其實都一樣 還是很怕冷 就是偶爾還是會穿到發熱衣 對 在家平常穿的時候 對啦 但是她就是年輕人 對 所以年輕人也會選擇發熱衣是不是 會啊 對 你們人生會需要發熱衣 會 不過妳可以問專家 其實越年輕人基本上 如果跟年紀比較大的來比例來講 年輕人比較不怕人嘛 對不對 對啊 對 比較好 因為像我以前也沒有在穿什麼發熱衣 以前都偷包去下學了 我現在心很臭 但是我真的要問一下就是Sam老師 因為其實很多人就是說 是 天氣慢慢逐漸的變得 因為早晚溫差大的時候 我其實40套件發熱衣 可是我真的會有一些迷思就是 所謂的發熱衣是 是用我自己身上的熱能去發熱 還是怎麼樣 然後還有一個 再來就是說 很多的發熱衣其實我穿了 我覺得很不舒服 對 對 因為其實在市面上如果說 因為發熱衣的品牌太多了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材質跟布料 那其實發熱衣大家如果要選擇的話 第一個最基本的是什麼 一定要保暖嘛 對 你不可能說我買一件發熱衣 然後還會冷 對 那你要2001啊 那就是夏天了 那就不是發熱衣了 就是你的保暖度要夠 那我覺得保暖呢 它要兼具什麼 兼具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溫度的平衡 你不能說我一直穿一直穿 然後雖然它發熱了 結果你是發熱到流汗 我就是這樣子 對 那也很不舒服 那就很不舒服 因為你真的是外面天 雖然冷或天氣雖然冷 或氣溫是冷的 你穿到一個會流汗的發熱衣 你反而該脫也不是 真的 然後你又整個很不舒服 都Man在那邊 對 所以保暖這一塊 跟它的這個溫度的平衡 我覺得很重要 那還有一個就是呢 它雖然說你發熱衣多多少少 你還是會有一些汗水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會做一些動作 所以它的排汗 它的乾爽度一定要夠 如果說你排汗跟乾爽度夠的話呢 就不會像那種傳統的那種衛生衣 因為以前可能還沒有821的年代的時候 大家最常選擇就是衛生衣 衛生衣喔 對 那因為衛生衣雖然說它是純棉的 不過你會發現有些人可能穿一穿 一流汗之後呢 可能身體都濕濕的 對 更容易感冒 就還要再換 平常就是可能出去要帶好幾件這種衛生衣 可能就要再換 或者是說你可能在更換的過程 不小心風一瞬間一吹就感冒了 這就比較不舒服 所以它的這個吸濕排汗的功能一定要有 還有一點就是呢 要可以好運動好動作 對 你不能說我穿在發熱衣結果 我這邊手也抬不起來 或是說呢 可能我穿了之後 我外面又穿著外面的衣服 然後又繃在那個地方 我有穿過一件 我有穿過一件發熱衣超緊 緊到我就是連拿包包都不行 真的啊 我就抬不起來 而且像之前的那種衛生衣 還沒有發熱衣的時候 衛生衣就是沒有彈性 是 那所以你穿完了 然後外面再穿別的東西 你就整個是腫起來 對 然後就是很卡你知道嗎 對 然後外面的可能衣服 褲子都沒辦法再穿上去 對 所以這個講到腫起來對不對 所以關聯著是什麼 就是還要再選擇一個功能 就是 版型要好看 對 你的版型是對的話 基本上你穿在裡面當內卓穿 基本上呢 它就不會影響到你的外觀 真的 你好是看不出來有穿 對 他就覺得 哎呦你身體蠻好的 好瘦喔 就不怕冷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剛剛講到 這麼多發熱衣的特點 你要好好的去選擇 之外呢 我今天當然也有帶來 最火紅 在市面上現在最火紅的發熱衣 那我們不是每一集來賓都會邀請到 我們的特特特別來賓 小白嗎 小白今天沒來 不過他的好朋友小子有來 就在這邊 看到了 小子 他穿了 他今天就穿來 這個系列 這個品牌叫做 WiiWii的遠紅外線 溫揪 刷毛發熱衣 溫度的溫 針灸的揪 就是等於說 他是穿上去之後呢 他很舒適 然後他利用這個遠紅外線的原理呢 幫助你產生這個熱能的感覺 所以呢 它的顏色有很多 那我剛剛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 它的版型要好看對不對 那因為其實每個人呢 穿著的這個所謂的功能性也不太一樣 比如說有些人會戴配件 有些人是他的洋裝很貼 有些人他是可能 他覺得脖子這邊要保暖 有這個發熱衣的品牌 它有很多不同的版型 有男生的也有女生的 因為有些人他會想說 欸我可能今天要戴飾品 所以有些發熱衣的品牌 可能會這個秀場會做得很長 特別 因為是這一段本來就不需要保暖 因為你身體這邊暖了就會暖了嘛 所以你看女生的版型在這邊 女生就發現她的手 剛好呢是到這個地方 它做得很貼身欸 而且有很多顏色你有沒有發現 有紫色的 其實是深藍色 然後它這個是圓領的 那其實呢你看它其實也會有這種 所謂的比較利領的 那我今天帶來這個利領的是男生的 那女生也有利領的 那這個顏色也很好看 對女生版也有利領的 這個好看喔 大概是這樣 因為每個人可能要選擇的衣服不太一樣 對 然後主要是顏色又多 顏色又多可以選擇 然後最主要呢 它裡面呢 巴勒衣的功能 大概我剛剛講到 第一個特點就是要保暖嘛 是 所以它裡面的這個材質 它就是一款 遠紅外線的織紗 那這個遠紅外線的織紗呢 以市面上的標準來講呢 這個織紗的這個熱能呢 大概是標準值是0.8 就是標準了 就是有達到巴勒衣的功能了 不過WiiWii這個品牌呢 它的這個遠紅外線的質量呢 它的指數是到0.82 就比原本的標準值還要來得更高 而且它的刷毛很細 很舒服嗎 你可以摸摸看 因為我有穿過一些 對 然後呢 穿起來的時候就會有那種流汗的情形 是 會有到好像老人家倒汗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我之前也其實我也會買821 那我有買過一種是 它可能這個刷毛 它也有刷毛 不過它的刷毛可能就比較豐富一點點 所以你可能穿在身上 第一個它可能就是會過度流汗 然後還有一點你的刷毛如果太豐富的話 其實對身體會有一點刺刺的感覺 對 穿過那種很厚的 就很豐富 對 就是膚性很好 很舒服 你不去做你也不知道它是刷毛耶 對 你剛剛老師講 我想這刷毛因為它很薄你知道嗎 對 其實你看我這樣翻過來比 你有沒有看到這是內層 有看得到 這是外層 你看這個顏色就很明顯 因為白色沒有那麼多 對 這邊就刷毛的 然後這邊就是表層有沒有 就不太一樣 剛剛講到刷毛 它裡面其實有三效這個熱感的加倍的刷毛 雖然說它刷毛並不是說像我們想像中好像要很厚 不過它是三倍的這個熱能的這個刷毛在裡面 而且呢它主要這個三倍的刷毛呢 可以幫你怎麼樣 蓄熱你的這個空氣的這個熱能在裡面 所以你就會發現 我穿起來雖然沒有很厚很貼身很舒服 問題是我的熱感是一直可以恆溫在裡面的 然後最主要呢它是怎麼樣 非常的輕薄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小指 哇 穿起來 非常的就是貼在身體 貼身 因為這樣子的發熱衣才能怎樣 第一個貼到你的身體的肌膚 是 然後呢你好動之外 你外面再去穿搭你的衣服 才不會有那種所謂的胖啊 那種破綻跑出來 對 它彈性很好 對 而且呢最主要呢還有一點就是發熱衣呢 我剛剛是不是有提到 如果說你穿傳統的衛生衣可能一脫 要換那種流汗的衛生衣可能不小心熱 那個冷風一吹可能就感冒了嘛對不對 對 所以它有一個很獨特的功能是什麼 它有一個十秒鐘快速阻擋冷空氣的功能 就是不會著涼 對 而且呢它可以幫助你升溫 慢慢的升溫 最高升溫到7.6度C左右 大家會想說啊老師怎麼會講這麼多 因為最主要我還是要把這些所有的很好的功效 跟大家分享嘛 大家才知道這個發熱衣呢 原本它這功能是這麼的怎麼樣齊全的 對 所以穿起來呢除了貼身 吸濕排汗 然後又可以十秒阻擋冷風之外呢 可以升溫到7.6度最高對不對 最主要它是怎樣 不會這種黏黏的 不會悶熱 這種感覺是最重要的 對 因為其實像這樣你的發熱衣 紀錄都會穿到一整天四五個小時起跳 對 那有的人甚至還會穿你去睡覺 對 所以如果它在身上的這種 輕膚性會讓人家覺得不夠的話 你就會覺得穿不夠 是 對 所以這個這麼薄一件 我不知道這麼神奇 很舒服對不對 而且呢其實我 剛剛其實我們大家都有分享過 以前有穿過發熱衣的這個 有買過別的牌子嘛 那因為其實呢 我以前還有一個穿發熱衣的這個困擾是什麼 可能 因為你不可能穿一件發熱衣都不洗它 對啊 所以我每次下水可能洗個兩三日之後 我發現這個臨口就有點鬆掉了 會變形 就會變得有點波浪性的 那基本上我就不太會再去穿它了 雖然說它的功能還在 那因為這款發熱衣呢 本身呢 它裡面又添加了8%的彈性纖維 所以你看我們可以看臨口這個地方 你看到我這樣拉 彈性 彈性很好 對 除了彈性好之外呢 因為它裡面是有這一個三倍的刷毛 對不對 刷毛大家聽到刷毛 第一個害怕點是什麼 會不會洗一洗起毛球 對 或是那個毛越洗越沒有了 對 你如果一顆一顆的起毛球 穿在身體也不舒服對不對 對看起來也不舒服 所以它裡面呢 有這個起毛球 去對抗大家達到四級的左右的功能 對達到四級 所以呢 尤其是在 現在好像用耐洗 對尤其是在這個肩部啊 或者是說你可能身體 比較容易摩擦到的部位 對 如果說像褲子的話 就在那個胯下嘛 這邊 對那些地方都會增加這個 抗起毛球的功能 所以你就會發現 欸它穿起來怎麼會這麼舒服 又可以輕鬆的來活動 對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它的長度是剛剛好的 因為有些發熱衣 或者是衛生衣太長 對 對就會變成這樣一包 對 就一包 因為其實人會做會動作嘛 對 你可能剛開始穿太長的 你會覺得剛剛好 因為是你一坐 它就往上拉 你再站起來的時候 就縮在這個地方 就一包在這邊 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把很多顏色都帶來了 你就想說 這全部都是同一個牌子嗎 對 它就是有這麼多顏色可以選 你選擇性很多 很多 就是黑白灰 對 基本上就這三個顏色 所以基本上你看 別人裡面露出一件白色 就知道它穿發熱衣 對 你看還有這個顏色 就很好看 喔這個是女生的 真的好看 這是女生的 這是女生蒞臨的 對 這女生蒞臨的 對 就是 欸你看像你現在如果這樣 其實對 其實這樣就很亮了 這樣也很好看 然後你看它還有這種 綻藍色 藍色也好看 然後還有這個 年底也快到了嘛 Halladay一下 對 開始了就很適合 對 上節目也很適合 這種亮色色 還有大家很愛 女生也很愛的這種浪漫的紫色 其實顏色很多可以選 對啊 而且重點它是很方便 可是老師你剛剛有提到 它遠紅外線 遠紅外線是什麼 遠紅外線紗 現在只是被應用在很多地方 那 遠紅外線呢 又被科學家稱作是 生命光線 它其實有促進 新陳代謝 然後有 蓄熱 保暖的效果 對 所以應用在發熱衣上 當然是非常棒的 那像現在很多很紅的一些 附件醫療的這種器材 比如說是遠紅外線的燈 居家附件 或是居家附件 人所都有的 這種其實都是促進血液循環 新陳代謝 然後讓我們體溫增加 然後代謝更好的